幫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看第一個選項 假設某項遊戲玩一次後 得到的獎勵金期望值是100元 一的話是等於100元 它的意思是說 每玩一次都可以得到100元 這錯啦 我這期望者的意思是說 你比如說 做某一種遊戲 你有時候得到某一點 得到多少錢 另外得到另外一點 得到多少錢 每一次出現不同的事件 那每一次 它的得到獎金都不一樣 然後把它給 全部加起來 就是說獎金乘以機率 不同的那個 事件 然後呢 你得到不同的事件以後 有不同的獎金嘛 然後來乘以它的機率 然後把它加起來 這才是期望值 你每一次的話 你每一次的話 你指的話 結果都不一樣 得到的獎金也不一樣 那把它平均起來 相當於是平均 把它平均起來的話 才是它的期望值 所以不是每一次 它的獎金都省了一百元 就是這個意思 再我們看看 第二 第二個選項 它期望值不可能 為負數 這錯啦 這就是看你 你互以它什麼樣的 數值 比如說我 值一個骰子 我值一點的話得多少 得負三 那我值兩點的話得負六 然後呢 值三點的話得負七 那你呢 到最後的話 你每一次機率的話 有多少 都是六分之一 有六面骰子 假設是公正的 那把它乘以六分之一 這個它就小了 所以期望值的話 有可能是負的 再以說 你給那個事件的話 負以什麼樣的數值 你負以它的數值 全部都是負的話 那你加起來的話 剛好就會負了 所以期望值有可能是負的 這樣看呢 第三個選項 任意丟一枚硬幣一次 出現正面次數的期望值 都是二分之一 除非這個是一個公正的硬幣 如果是均勻的硬幣的話 那你出現正面的機率 跟出現反面的機率是一樣的 這個時候就會是二分之一 但是呢 你如果這個 不一樣的話 如果比如說 你出現正面的機率比較多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呢 它出現正面的機率 有可能是三分之二 等等 所以不一定 除非你這個硬幣是均勻的 好 再我們看第四個選項 當試驗的話呢 有 M1 M2 一直到多少呢 MN N個結果 前面每一種結果 發生的機率呢 都相等 發生的機率都相等 發生的機率都相等 它發生的機率都是N分之一 因為什麼呢 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試驗呢 且每一種結果發生的機率都相等的話 折子試驗的數學期望值的話呢 是等於 1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 應該M1的話呢 它出現的機率的話 是N分之一 因為它N分之一 它N分之一 結果出現的機率都一樣 所以你每一個的話 都是M1分之一 我乘以M1分之一 再加呢 M2 乘以M1分之一 我等一等 那我把M1分之一抽出來的話 就是等於到啥 就是M1分之一 乘以M1 加上M M2 一直加到MN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讓我們看看呢 第五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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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A代中 有五十個呢 A代中的話 有五十元硬幣四美 四個五十元的 然後呢 十美硬幣八美 八個十元的 然後 五元硬幣八美 八個呢 五元的 十元硬幣八美 五元硬幣也是八美 五元硬幣八個五元 這是A代 然後V代的話 V代的話 五十元硬幣兩美 兩個五十元的 五枚硬幣四枚 四個十元的 五枚硬幣四枚 四個五元的 五枚硬幣四枚 四個五元的 四個五元的 這是V代 所以這每一種什麼呢 每一種硬幣 花生的機率都一樣 這個花生的機率多少呢 是等於十分之二 這個花生的機率多少呢 是等於這個加起來多少 加起來二十 二十分之四 所以十分之二跟二十分之四是一樣的 所以這期望值是一樣的 齁 這每一個 這個機率跟這個機率一樣 這機率跟這機率一樣 所以呢 他的那個 他的 他的那期望值的話 就等於的話 就等於那個 mk嘛 啊乘以的話乘以pk嘛 首先 把他加起來 那mk的話都一樣 這m1跟m1一樣 m2m2一樣 m3m3一樣 那他的機率也一樣 他的pe的機率是十分之二 這是二十分之四也十分之二 這個機率跟這個機率一樣 機率跟機率一樣 所以呢 期望值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四跟五